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14号在万象下榻饭店 会见老挝奔舍纳家族友人 参加会见的老挝前外交大臣 贵宁奔舍纳长子甘桥 四女开云 四子萨玛诺 当时奔舍纳家族部分子女 曾同习近平在八一学校同校 习近平表示 时隔七年再次同老同学老朋友们相聚 看到你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我感到格外高兴 奔舍纳家族是中国的好朋友老朋友 这几年大家在不同岗位上 努力为两国友好事业做贡献 希望你们继续投身中老友好事业 培养子孙做两国友好的接班人 让两国友谊世代相传 习近平强调 奔舍纳家族同中国的友谊 已经成为两国友好的一段佳话 是国家间讲平等重感情的典范 你们了解中老两国文化和历史 现在又是两国友好事业的直接参与者 担当着中老友好使者和桥梁的角色 老挝是中国铁杆朋友 当前中老关系不断发展 合作空间更为广阔 我这次访问老挝 同老挝党和国家领导人 就深化两国各领域合作 共同打造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达成新的重要共识 我们要永远铭记两国老一辈领导人 友好交往的传统历史 继续甘胆相照 不忘初心 秉承传统友谊 弘扬革命传统 为中老友好事业不断贡献力量 习近平特别叮嘱奔舍纳家族的下一代年轻人 强调青年人不仅是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 也是中老友好事业的未来 希望他们做两国世代友好的传承者和接班人 牢牢抓住中老关系发展的契机 为打造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做出贡献 奔舍纳家族友人见到习近平十分激动 表示作为老校友 我们一直十分关心中国的发展 我们高兴地看到您在中共十九大 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一个大国领导人 如此牵挂固有令人十分感动 现在我们家人虽然工作在不同岗位 但一定初心不改牢记使命 为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共识 巩固老中传统友谊做出贡献 不负您同我们的友好情意 衷心祝愿中国人民早日成功实现 自己的战略目标 丁薛祥 刘鹤 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请不吝点赞 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请不吝点赞 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请不吝点赞 杨洁篪等参加会见